好啦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 哇 非常的精彩 这是在台大 教大跟中华大学 有一群学生是特别爱玩火 在职业玩家的指导之下 整理了火舞社 据说呢 有社员非常的喜欢表演 在校内表演还不过瘾 甚至还考上了街头艺人的执照 希望可以到处表演 在暗夜中玩火把火把当成舞蹈的工具 这就是最近在大学校园里 悄悄流行的火舞 现在在台大 交通大学以及中华大学 有一群特别爱玩火的学生 在职业玩家的指导之下 创立了最富挑战性的特殊社团 火舞社 像棍子的话 它火太大有时候会烧到一些头发 然后像那个炭球 有时候转的时候会一些 就是皮肤有时候会烙印 会烫伤一点 被火亲吻的烫伤痕迹 几乎是每个火舞社成员都会有的经验 所以很多社员都不敢让人知道 只敢自己偷偷参加练习 有一位是大三 他以前想学 可是学长不让他学 所以他才加入的 的确安全的问题是许多家长跟老师的首要考量 但这群爱玩火的学生却一点也不怕 甚至还考上了街头艺人的执照 希望不只能常常玩火 还能玩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